玫瑰的故事大结局追完了 有点感慨 比如说这个第35集就太虐了 真的给我看哭了 傅家明的情况当时很不好 他这辈子没爬过山 就像有生之年能爬到山顶 听听山顶的风声 那玫瑰呢不想留遗憾 他做足了功课 带着傅家明爬了一次山 没想到在快到山顶的时候下了大雨 那也就在这个时候 玫瑰的情绪崩溃了 当时我看的也没蹦住 因为神仙姐姐的哭泣 真的太能让人带入了 那最终呢 两人到了山顶相拥而坐 接着镜头一转 玫瑰在傅家明的家里 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 咱这里也就说明傅家明已经不在了 这个转场确实没想到啊 导演非常会拍 那玫瑰你说你走就走呗 走之前又跑去弹了一下钢琴啊 当时傅家明从背后抱住弹钢琴的玫瑰的时候啊 我又被又给看破防了 那哭泣的玫瑰睁开眼睛的时候啊 一切幻想戛然而止 他又回到了现实 这段真的拍的非常好 说句实话啊 神仙姐姐刘亦菲在这部剧里的很多段哭戏 真的是超出了我的预期 他不再是那种仙气飘飘不湿人间烟火的感觉 而是能够让人感受到痛彻心扉时候的那种真实的情绪 有隐忍 有崩溃 非常的有张力 可以说傅家明虽然戏份不多 但他应该是玫瑰迄今为止最爱的人了 因为之后的黄一妹活成了他的样子 看完傅家明这段 我暂停了好久才缓过劲来 继续往下看 到何教练出场 我才又一次感受到了恋爱的酸臭味 刘亦菲跟林一这两个人CP感强的可怕 当时那个弹幕也笑死我了 说这个何教练排了三十多集的队 终于排到了 而且这个小伙子啊 我怎么觉得他真的就本色出演呢 就有点像那个徐海桥 在那个孟华录里面那个样啊 看玫瑰的那个眼神 还有收不住的嘴角啊 整个就是一个年下小弟弟 对神仙姐姐刘亦菲那种迷恋的感觉 而且林一确实帅啊 两条大长腿 然后穿一身飞行员的制服 确实是帅的没话说啊 两个人站到一块非常的般配 赏心悦目啊 虽然最后林一这个小弟弟 只得到了一个额头的吻戏 但是你们不觉得这个吻 却是这个剧里面最让人怦然心动的 那结局呢 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觉得有遗憾 反而会觉得这就应该是黄亦梅 黄亦梅的人生除了爱情 还有很多很多 最后想起来 傅家明还没有见到玫瑰之前 问黄牡丹说 你们家这个姑娘是会给人下鼓吗 其实不是玫瑰会下鼓 而是这样一个果断勇敢 聪明坚强 努力让自己活得精彩 又充满了爱的美丽姑娘 谁能不爱呢